加油 好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 CFPL 春季在常规下的直播现场 两支队伍分别是EDG 对阵到EP 顺眼担任保卫边的是EDG 顺眼担任潜伏边的是EP 来到双方的第二张地图 卫星基地 卫星基地的第一分的节奏 是还挺缓慢的 对 然后B区又是第一时间过来了 G的话又是摆在A包点 那你这个B区 没有G的情况下 你探查消息会不会稍微的忌惮 不是 你来跳吧 啊 我也只能用啊这个字 来形容我的感受 我相信现在各大这边都是啊 他在后撤步呀 把人给收了 那你正面先掉一人 B仓的位置直接进了 看一下 有点假的 窗口拉出来 再给江小薇先收鸭 窗口的位置想要跳出来吗 绿茶再次看到 小薇是收下了两个人头 感觉 没什么机会了 看一下二打四的一个残局 是 又到了残局上的处理了 包掉到了B筒上 哎 但是侧面first也是 把A点单点的 天荒也收了下来 现在还是要空一排 他在找 看能不能找得到 景萱在包点中间的位置 这1DG这绿茶和小薇 就架了这个包 对 景萱就是我不露第一点 我是第二点第三点 跟你去有一个对阵 看看时间还剩下31秒钟了 没办法 这边没挑得过 另外一边 也是被直接收下 已经拿到了第一分 对 这就是在B仓的位置全接完了 对 正面上没能有一个抗衡 虽然说first在这个白防位置 打出了惊艳一枪 但是在整个的B半段 并没有能暴露到队伍 没不进去 对方的三四号位 绿茶和小薇给到太多压力了 对 而且手管很好 小薇这边是3-0的开局 一样要复刻吗 first的依旧 知道吗 然后第二点事 让我们先听一下EP的局内交流 第一方 扔闪 等会儿出的时候再扔那颗闪 好吧 好好好 先躲对方的雷 咱们再扔雷 然后顺闪 那个汉子那个闪没用 不好 一方箱子后没有 箱子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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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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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完以后去冲B 回头冲B 小心有人 A门一个 走走回头回头 穿路 你自己玩 这玩我们四个冲B吧 冲他的B 冲他的B群 等一下没事 没事没事他就在1-2 他就在1-2 这样这样我跟汉子去冲 阎开留中路 阎开和仔留中路 我跟汉子就冲打汉子有雷 扔那个扔那个烟 你们代表你们代表 扔炸那个烟炸那个烟炸那个烟有雷吗 看我看我炸这个烟这个烟 左手 二方左手 二方左手 还在不 还在 左上角吗 没在左上角 就要在那升起上 但是这边正面状态很不错 这边苏询联手两个2比0 知道明明叫他的位置 但是你说不掉他 是 枪杆是非常非常在线 而且刚才他那个判断 一二方的这个雷 其实炸慢了 就炸慢了稍微两三秒 刚刚去到二方一方这个雷爆了 这刚才军天加入的时候明天到在说左边左边 但是知道就是打不掉 就是没能打掉 这边可能还是要放慢节奏的 来了 first的又是 古军神入吗 再空一排 看把first放在怎样的一个点位 这烟雾还是比较浓的 再续一颗 再续一颗 所以说一匹 现在 时间还有 道具杠币给虫了很多道具啊 景萱想描烟 但是发现看不到人 看一下潜伏者会不会带道具过来 中路给了三颗白了 保卫者还有最后一颗道具在小卫手里 全员没道具 来了进去直接收下景萱 你没道具 但是手感好 天荒血量不是很多 这个A区怎么进不去呀 已经等到保卫方回防了 保也掉了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一为一 阎台和绿场 锁定身位 直接不收下 3比0 就虽然说手里没道具 但是每个人的枪感都非常的好 现在 在EDG手握三分 EP是一分未得的情况 这个潜伏者现在拿不到分也很难受啊 找不到解开谜题的答案 对 每一波想去进攻都被 这个EDG防得很死 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个视野里面看到的就是 所有人都在线 对吧 尤其是以这个绿茶小维根搜寻 4-0 5-1 4-2 三个人是接连去有一个收割 是你来了我就能收你 对 有请去清一下B区 而且到目前为止 EDG一直是一个212 或者是2号为 锦璇当一个自由人来回去换点 对 就能守得住 我现在感觉 不太会去运用一些赌房的东西 就是常规手跟你打一些中参局 现在EP不太敢去B包了 知道小维和绿茶手感太热了 这两人手感太好了 白方的位置 依旧让Forser一个人去 剩下的人全部想去B连 呃A连 又是开始交道具 但现在EP的三个人血线都被吓了一些 而且侧后方小维怎么说 找到背身一枪 差一点点 不过还可以说 我打成一个二换三还在打 二打二打一 剩下Forser的Forser 这边一直有人等 知道你是个私人血了 手枪了 哎 先换掉一个Forser的 但是正面 还有一个绿茶 绿茶现在是满血的情况 包也吊在中路 不会吧 战斗结束 还是绿茶手架4比0 叫了个暂停 我们来听一下 他不是那个什么吗 他是这样的 他一开始是两个地 咱只要到了他有残的时候 他肯定就是一个在杠地蹲起了他 像 然后那个我现在不知道就是那个 像马果那你说那小道 走得很快就下来了 他给完第二个烟 他就跑了 小到两个烟 他去下边跳看了 对 小到两个烟 他小到两个烟 是小到两个 强 你看那个 他是两个 九个烟不一定走 有的时候 他就就不好玩 你小到两个烟 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我先把小到挑看这个怎么得掉 他 现在 他的两人小到 现在B不行了 B就是他 这五个人也没有 不行了 那个B不行了 我去的话只能换人 换人你知道 打不了了 从路了 他小到粉丝 就鞠一个 一个 第三个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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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不可以 你得到不可以 有可能要打那个 后续把你交回去 对对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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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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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听一下这个暂行交流 确实在交流中 我们有听到的 就是对于EP这边 来说这个B区其实不太好准 就真的是手感不好 对 大家怎么进入进不去 然后对方 你可能被判断到了 但是就是在这个点位上面 别人接连有一个 人双的收割 中路直接奔了 奔的话 看一下空不空枪了 天皇 一个 一枪 眼里面能秒到吗 但是自己刚秒没看到 就已经被收了 然后小到的苏勋 是收掉了first的 苏勋的位置 应该已经被锁定了 但是侧面 整体来说 一批只剩下包点内的一个人了 大米 三打四变成了一个三打二 我们来看一下 大米跟颜凯怎么去处理参局 这C3真不敢下呢 是 很怕对方直接奔过来 大米的位置和颜凯 正好是被断掉了的 对 断档了 大米也不敢下 颜凯也不敢过去 看要不要赌一手 要绕吗 绕的话正好 三号位绿茶是在看的 是 来了 哇绿茶这么准 8-0 还没露出来呢 真的是没露出来 一打三残局 直接扑直接被收 那就要来到5-0的开局了 这个比分我仿佛 仿佛在哪里见过 对 仿佛在哪里见过 这个宣神跟W也是有过的 还是顶住了 对吧 我们今天第二张图 是不是有什么魔咒呀 就是大家第二张图的状态 找不回来 但是不得不说 一地这边的正面 虽然说是变成个逆风三打四 但是在各个点位上面 都有开花 就是苏巡先把first给收了 然后正面这边又收了一个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优势 等于各个点位刚才在中段 是一个都是单挑的状态 而且三四号位的回防 也是给到了一批很大的压力 看一下还是像 对地区跃跃欲试啊 要进去先给雷 两颗雷 两个八十 再来一颗三颗雷 带走两个 哇这个战术 这个手雷的体系是 赚大了 是看一下能不能进去吧 但是一号位first的想过去 被双架了 手感也不好 现在是 全云来到毕包 一号位这边听 我还想找一个机会 找到了一个时间差 找了一个时间差 有机会空枪 但是 颜开收下之后又是二打五 这不一样的吗 一把我就让你们 完了在打算上吗 只能手的量 我还特意让你们流雷 去炸左右手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下了一手 我指挥你们就不该停啊 我的视频上赛钱就好 到了 就一个 来 mp 包点啊 一会点有一个 来 这包的 刚才应该是看到了个小头 来 跟我 正面要直接来嗯 别急 这招 也没办法6比0 其实这个交流啊我是 这么多年 第一次听到那是有点急 是 因为他的两次办法可能都是很准确的 但是好像大美都没听 所以导致了 两份落败 他就那个状态就真的是我在这么多年 我就没怎么听过那次去有这样的一个 在对内的一个状态 感觉一批的团队配合上出了一点小问题 对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 所以说如果说 不能拧通一股神往前去冲的话 就很容易被个个击破 以至于现在 面临到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 对 之前没有过了之前 听他们的队调都是大美说哎我理解你的意思 我们做怎样的一个动作或者怎么样 但在在这一分当中刚才是没能给到这个队伍一个好的反馈 对就是你的指挥跟教练之间中间没有配合好 哇这好像为数不多的手杀呀 颈旋调表演应该是看到了 看一下组合道具 一雷双吃 时间还有很多从 白房的位置往上去绕 在被跳的起跳上被抓到了 有点被说实话 闪了两颗雷互相砸下去 正面坚确先收一个 天荒先倒看一下五号位的一个回望速度 绿茶这边是 打了一个 而且藏尼哥这个位置到了 回头正好能撞上吧 看一下 又一个一换一 那井轩还换了一个 那这个三桌的苏询 是藏还是怎么样 双方两个 那要碰到了呀 三号位在互找 宰宰没搜 又被绿茶收下 十二杠零 哥们没死过 没办法了 福尔斯先下包 正面收下一个 又是福尔斯和绿茶的一个一打一 福尔斯完成了这个残局 哇 这个残局其实挺逆天的 因为最后十秒钟 两个人同时来扑这个位置 是毕掉的 对 那可能是 第一个人跟那个绿茶两个人没跟我好 没有同步 没有说是拉一个协同枪线 对 等到绿茶进去的时候 队友已经倒了 对的 那也给到了对方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一批稍微的缓冲了一下 而且 快卡老师刚说完没死过 绿茶就在包典里面被一枪收下了 什么意思 那我说大米现在没杀人 哈哈哈 那看一下这一分大米能不能 奶柱 中路是准备 拖炮楼 这好像第一时间有点忙 正面要直接扑了 天皇这个位置 组合道具 大米直接掉了 你看那边收掉了景轩 颜开也收一个 在那边贴脸杀给杀了 把包捡回来 直到天皇在A包点 不管你了 非常的球 我直接去逼下包了 这个是千万不能浪的 因为有一个死血 但是颜开也收下 那如果继续拿分的话 好像这个局面又有的打了 虽然说你前面是一个6-0 但是我慢慢的 在上场最后几分 我能拿到手里 还是能去处理的 看一下吧 看一下EP在拿到两分的情况下 能不能再稳住自己 现在的局势是感觉在慢慢变好的 依旧是想要去 拿一些前点信息 看一下EP的一个处理 中路的 颜开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啊 再去控你一排 还是让天皇来 天皇在这个位置去守的话 能够稳定换一个 换不到看到人多的话 你能够退到后点去 看一下白房 白房刚才是天皇抓到了这个大米起跳的这样的一个点 是 是不是仔仔稍微空一排 让FIRST过来 然后自己再走 但是仔仔这个枪口 中午要去 两边都有 狗先收一个 一颗雷给下去 大米先倒了 撕血 是 都是想扛 结果正面都没能扛得下来 小的脸巨难受 还不动吗 小到还没动 三桌 大米带包 啊 还好 仔仔的补将补了下来剩下小微 一打三三局 红尔 他这个 哎狗好像 并不是帮他第一天架 但是FIRST收下一个人头之后 反而是连拿三分 那跟我电话突然间就有着打了 是 作为 这个危险基地这样图 6比3比分 倒是能还能接受 对我觉得大老师一会给出的这个数据还真差不多 又可能55%左右我感觉 5550这样 大家都差不多 期待大老师给出的数据 59 还是EDG的一个 小领先 对 看一下拱手互换之后 两边队伍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 那就要看一下EDG的进攻了 绿叉是连掉三次 刚才是12-0 看一下拱手交换之后 能不能给到队伍一些帮助 这边绿叉走一个单点啊 在这个藏匿格位置 这个三次是意思就是只要EDG不 EDG能赢 就他就不会死 对 有他在才能赢 只要他掉了 可是这分就有点难受了 好痛 小黑也吃了颗雷 first真的胆子非常大 对我帮忙续烟就是直瞄这个位置 三号位贴脸杀吗 又来 咱咱刚刚贴脸是收掉了这个 这个小门的人 这样的话他这一枪 第一个人就看颜开空不空枪了 三个人并排进去 正面拉出去 被后面的人给收下了吗 这个他是跟第一个人直接错过去了 他已经是一个主动的体验枪了 但他没有跳起来 他如果跳起来把这个枪一拉 感觉可能会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在第一时间 这个站位不知道以后还用不用了 哎很可惜 那就看一下 在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 edg 要去怎么打 要来报币区 币区只有first 但是必通的位置也是有大米帮忙看的 first 收两个小微直跳 一个二打二 看一下包点里面 可不 因为耶 他在包点就像 他家里面一样 谁来都直接倒了 颜开又是这种被跳的起步 让我回到了上一次的中餐区处理在 一预章地图上面 1v1在B包点也是被跳的起步 非常的自信 那这个餐区拿到手之后 一批 继续的去追分 但是还是有两分的差距 forster确实在这一局发挥很亮眼 在九宫阁里面扛住了 几乎扛到最后一个人 是 等于是扛住了所有吧 可以说 等到了队伍回房的一个时间 一分还是要B区吗 摆了一个A区的阵一批 中A 看起来 有点像堵点啊 第一时间没有人进攻的话再退回来 forster又来 我看是不是有帮忙补这个烟啊 是不是5号我要过来补烟了 烟开来了 带着烟过来吧 你是帮这个forster去看一下 没有去续这个烟 又退到了二房 那这颗雷又 砸中了一个人之后呢 把潜伏者退到了 回来的位置 要请白房吗 这分换了一个阵型 宰宰是在 调了个二点好像 再走 从中路无人暴中吗 白房不看了 直接暴的话 四号位的硬汉 面对正面人这么多5个人 怎么说 直接从A门进 直接被收下 而且后面留了一颗钉子啊 天荒没有进去 对 苏询收下一个之后 自己被补了 绿茶已经下包了 包店内宰宰 看一下他的一个发挥 直接在烟雾里就被收了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队友在外面不能帮到他什么 其比斯 只能靠宰宰去打开局面 但是确实对于三个人墙下来说 有点不太够用 这一分他们在进攻的选择上跟你 防守方这边 因为换 这个小跳很难受 因为他需要带两个点 一个是炮楼一个是中路 当他小跳的时候发现进 进点已经是有两到三名 这个不相守了 没办法 就已经接不住了 对 他如果这个点不露出来 听到脚步还好一点 他但他又怕盲点 怕把另外一边给卖了 但是我们好像在这个 这一分之前有看到就是 颜开其实在枪人会反带这里的 就他不用去顾及盲另外一边 所以说环环相扣吧 嗯 窗口看一眼 西风卫再看一眼 又蓄烟了 看一下这个烟是不是劝退烟 这次是让 富斯和大米来 这个 逼仓的位置去做一个防守 对 过十秒大米还是要把这个烟续起来的 烟续起来 这不就 是不是赶着一个必须人走 必须不走吗 不走 伊克雷下去 让你知道我必须有人 看一下什么时候走 他如果不走的话就强行直瞄这个点 又炸到 哎 差一点 感觉要假毙了 两个侧身全收了 大米出来还能打 连收三个 印象这边也收下一个 而且c4掉了 只剩下一号位的天荒 听到了 直接被收下 大米刚才是藏了一个视野 等到人全进来的时候 然后逐个击破的 因为可能在一日视野里面 在最后的四十秒我进攻的话 你的二房不太会有人 是不是推到后点一方 因为烟雾已经散了 那没想到是大米就是 摆了这样的一个阵型 等你来的 一个非喵位刚好是收下了三个人头 看一下 完全没有人搜这个点 一批的下半场追分速度还是挺快的 是 接下来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 看一下吧 如果 一地之一再拿一分的话 一批就有一点不太好追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批打的也非常的谨慎 白方来请一下 往前半摸 但这一次一批白方没放人 对 再跳看 四个人的集结 一个烟就直接走了 道具给上发现 点内没有看到人 撤出来了 再回去我们来看一下往哪边转了 中路要爆 中路的话是四号位 最后四十秒钟的一个时间 二号位还在 地痛的一个位置怎么说 要来跑B区了B区没人以为打A了 绿茶是被 绿茶是直接收下了first的 侧面拉出来 两个人上下枪线 苏雪没有能够扛住 看一下这波回防 3打4一个团局 大米的血量也不是很好 正面再吃满道具 道具还有很多 井轩这里还有一颗道具可以续 又是相似的一样的九宫阁 对 是井轩军人露露一个小侧身 能搜到 没搜到这个点 只剩下颜开 这是被收下8v5的比分 这分看得上出现一些失误 他们觉得小到这里可能没有人走 然后又要夹这个H 所以说在中国办断的时候 把所有的道具给到了小的口的位置 好的 听一下局面交流 然后那个帮杨凯 完了如果等会儿喝完低颗鞋的 反正就以后一直听杨凯指挥就完了 别说话了 别说话了 听不见 不吹了 下来跳 小到小来就给 我去闭着了 一会在去 找给我沿在一分四 慢点 我们沿 一分 我们沿 我们沿 我先给我先给我先 你一会叫东路的 小到不用沿 我去了 这个没局 去叫 叫完跳板 嗯 就想就想听一下他们这个细节 屁股烟 独逼玩干嘛的 没事 上马都没吹 我拐你啊 你管在哪里 都不出去回 快快快快快 我回来了我回来 全都回了都回了 嗯你自己玩上马自己玩上马 刚变哈的我没我没闪了啊 我没烟了啊 我也没 管我还没了我还没知道我这管 过了吗 不到 steal马 我的看见都没收下吧 收下收下 不收上敢了 小闭小闭小闭了 没有我回毙的 哦 小闹又是 willing 小闹没有 就毙了 D1来了感觉 陪来了 哎 但又失误了 但是,回落的速度也很快,真型依然是没有变的。 小刀空枪了。 中路要夹,看一下三号位。 也被收架。 这一枪面的收架就难受了。 外环还有人。 拉出来。 二打三的一个弹局。 季节收下。 那EDG再拿一分,来到了EDG的一个赛点局。 这分的话,他们自己的判断,尤其是这个杨公可以说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B区接连给到很多的动静,让他们以为第一时间又是判断失误,导致了A区沦陷。 也是第一时间,往回落位的时候,没有看小刀的位置嘛。 然后提前一下被解决掉之后,A区包点就没有了。 对,这也是枪法,对吧。 颜开如果说那个收了,那这一枪这一分就说不准。 因为时间其实也不多了。 而且到最后,也听到他们在说A狗掉包,但是就是没守住。 扛不下来,那个位置。 这个指挥之间的博弈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刚才有听到对内这个交流。 也能感受得到,就是EB这边做自己的一些判断。 比如说在中国判断去赌防这个小刀,但是通过颜开看到了,比如说搜寻看到了这些不将手的位置,做出了一个最后阶段的一个判断。 已经会撕成这样,这些不将手的侧,可以。 积宣进了鑫吧! 继续去骚扰一下。 直接把负尔斯的血量压残了。 小刀就是挑砍。 重路要过。 突破! - 延开两枪,延开这把巴雷特。 - 是,没有空枪。 - 右手一个。 - 直接收下9比6的比分。 - 这就是大炮的魅力。 - 是,不会有打腿这种事情发生。 - 同时,他的使用者也得需要一个足够强劲的枪法。 - 对,尽量不要空枪,确实开枪速度太慢了。 - 好像这几分都不太愿意去B,B就是一个骚扰位置。 - 主要进攻就是以中路跟小道为主。 - 必须确实是有点难进,看这两支队伍去打下来的情况下的话。 - 看一下,第一个收下之后,把最后一个给收下了,只想丢道具。 - 回头再换位置,看到点头皮,然后锁定位置,去收第三个。 - 要不来,要不来清一下B,B的话还是有烟雾的。 - 看到了。 - 带一下窗口,往前点顶,但是,正好两个穿烟,大米。 - 可以稍微的跨一排了。 - 哇,这个B层的位置是真进不去啊。 - 地地地叫出了一个暂停。 - 先看这个3打5的状态。 - 弗尔斯直瞄第一枪。 - 天荒在窗口下。 - 中路摸过去,5号位是谁,颜开。 - 还是没空枪啊。 - 闭爆点响尽也不是特别容易,只剩下一个人。 - 绿茶。 - 先收一个,后点还能有机会吗? - 又是18个。 - 一打三,只剩19秒钟的时间。 - 这直接不去了吗?你这个。 - 啊? - 现在大家这种觉得不玩吗? - 就很像之前,那黑的晨晨也是。 - 一为二,直接不打了,开始聊了。 - 大家在这种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觉得没有这种必要。 - 就有些觉得还是能拼一下的。 - 那场还是咱俩解说的。 - 对对对。 - 听一下交流。 - 他现在,我,我读到这种。 - 他现在就已经基本是摸热。 - 他现在就是摸热手了。 - 他不读了。 - 他不读了。 - 正常打就行。 - 他现在,现在就是, - 三二,摸热手。 - 相不多了。 - 二二打炮。 -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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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 - 我们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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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那个, - 你能打吗? - 你能打吗? - 可以打。 - 他如果站位,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吗? - 嗯,他两边, - 冻着,他不出来。 - 他是不是,他是我们。 - 他,那个有胡鸭。 - 你能打可以,但是, - 不留人,就是,那。 - 这个是我,是我,那。 - 今天,や,去极三个地道。 - 然后,我去架头冠冼。 - 然后,我去架头冠冼, - 然后,我,在这边吧,就, - 让我进门发同感 gave来, - 像金价来打铁。 - 我就说一招打法, - 我就说一招打法啊, - 就是,大米先帮果子放, - 往到那个交烟选点的交个烟, - 往大米走, - 看到的人,果子就, - 放过点,我再想- 看到过了,我再想躲了,看到了- 你也说,你也说,你帮交易- 没所就这么的- 你看我说,你看看,他突突突的毕的烟,他以为他以为封了烟以后就移动了- 他在,五部队在哪,咱应该- 加油,加油,哦,他们就是- - 看一下,暂停,结束回来之后,这两分,一匹能不能拿手里,还是已经拿到第二张地图的胜利- 其实也倒能理解吧,毕竟一地这些手握赛点,也可以再去调整一下状态- 他们只要赢下一分就能够拿下胜利了- 对- 看一下,往哪边去拼一下- - 还是要来B去- 还是要来B去-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匹是全员就是在后点- 现在已经是不去前点,给你机会- 因为好像在听说中,天慌也熟了- 他在这个外面的外环位置- 看不到人- 全都是缩在后点的- 而且刚才他们局内语音有聊到说- 他们就是驾摩人嘛- 对- 因为他在这个外面的外环位置- 看不到人- 全都是缩在后点的- 而且刚才他们局内语音有聊到说- 他们就是驾摩人嘛- 对- 因为他在这个外面的外环位置- 看不到人- 全都是缩在后点的- 而且刚才他们局内语音有聊到说- 他们就是� - EP就是驾摩人,但是也没有办法,你就知道他驾摩人- 但是你就是进不去- 就是凭枪- 就是凭枪- 这个就跟他们在工作后面之前一样- 就是他们也知道对方的位置- 但就是打不过对方的枪感很好- 看一下- 先把两边的烟封上-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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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要不要来 鹰汉又回来了 反应很快 先接一个 一人一个 五打三 C4是不是 掉了 是 那这C4掉了你就难受啊 马路上掉了C4 要主动了 直接售价之后 只剩下 仅宣自己一个人 哇 鹰汉反应非常快 听到动静之后 去往必须赶 然后 没能收下 那自己水量也不多 这个球技没什么办法 也被宰宰收下 9比8的比分 那这个熟悉的音乐 又要响起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常规回合的 最后一个回合 状态怎么样 EP在EDG手里面 在EDG拿下9分的情况下 连夺2分 看一下这个 最后一分 还是空里完全没有变得默认 看不到人 这分准备来抢一下白防 白防的话 其实等于是无伤可以拿下 然后 然后就是宰宰在跳看 最后的一分半 直接走了 一样的位置 要抱小道吗 这个不会太好抱吧 先清下来 把下面是不是要清干净 先把宰宰逼走 是 道具其实封的有点呲啊 靠近A宝点了有点 从家里再回到这个B区 大脚步走过去 他是觉得你中路是不是有人在带这个位置 所以说不给你任何的视野 求稳的 那就一号位其实有一个预警 就看这个一号位的预警了 FORST 我进去 直接把反绕的FORST收下 人回的非常多啊 你还要打吗 30秒其实还能转 转不转 要转现在就要走 走了 再走 哇 哥们马拉松跑起来 结果这边反进 没看到人 硬汉这边再走 又回A了 有预警 那可能又要碰到了呀 天荒有没有看到 回A的人要打B了 还是说就打H 中路 一敲 没有收下 又是把雷特 又空枪 给机会 把你硬汉各收一个 回头小微也是收下侧眼的硬汉 也被收下 我们可以恭喜EDG 广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